大家好,今天给你们分享一款好吃的榴莲千层蛋糕 这款千层蛋糕加心都是满满的榴莲 口感超级满足,喜欢吃榴莲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 这款千层皮也超好吃,看一下榴莲加心是不是超级多 来准备千层皮的部分 三个鸡蛋倒入碗里 再加入40克白砂糖 用手动打蛋器搅拌均匀 再倒入300克牛奶和20克淡奶油 用打蛋器混合均匀 再倒入90克低筋粉和10克玉米淀粉1克盐 用打蛋器混合均匀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融化好的20克黄油倒进去搅拌均匀 搅拌好了记得过筛两遍 这样过筛了的面糊会更细腻没有颗粒 找一个不粘锅舀一勺面糊倒进去快速转动 这个锅是20乘以20的 做8寸的蛋糕刚刚好 多余的面糊可以倒出来 小火加热至表面起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一块沾了凉水的湿毛巾上给锅降温 这样不会粘锅千层皮很轻松就拿掉了 也不会很烫手 做好的千层皮能透过饼皮看到手指这个薄厚度就可以 然后放到网架上晾凉 这个方子我大概做了15张饼皮 做一个8寸刚刚好 做好的饼皮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冰箱冷藏备用 500克淡奶油加入40克糖 用打蛋器低速打发 低速打发的淡奶油更稳定 这个奶油里也可以加5-10克软化的吉利丁片 加了吉利丁片是为了奶油更好的定型 一般商业方子和外面售卖的都加吉利丁片 我们自己吃的话也可以不加 奶油一直打到出现纹路 倾斜盆不会流动就可以 榴莲肉去盒搅拌成榴莲泥 我这个是买的金枕头冻榴莲肉味道特别好 蛋糕底脱下面铺上毛巾防止打滑 最底下层铺上一层千层皮挤上一层奶油 用刮刀抹平 再盖上一层千层皮 就这样一层千层一层奶油重复铺三层 边缘可以挤上一圈奶油 这样做出来不会很塌 然后把榴莲肉铺上去多放点吃起来超满足 还是重复三层奶油千层一层榴莲肉 全部铺好用盘子压一下定型 然后包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五小时 或者过夜 这样一个千层榴莲蛋糕就做好了 冷藏好拿出来撕掉保鲜膜 切块开吃吧 喜欢榴莲千层的一定要试试 味道超级好 浓浓的榴莲味道 满满的榴莲加薪 学会自己在家做 比外面买的料还多 赶快动手试试吧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哦 爱富翡 爱富翡 Ton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